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对我们所学过的这些并联串联的应用 在这个例子里面说要你去计算 第一个要你计算这个电容的主态 它的Equivalent等效的电容值应该是多少 假设我们在这个之间有一个电位差是V 假设你接了一个电池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等效电容是多少 如果我们要很快的做这个问题的话很简单 就是这两个是并联 对不对 这两个是并联所以并联的电容相加 所以C1加C2就是他们的等效电容 所以从这部到这部这边就是C2 这边有个C1加C2的电容 然后这两个电容是串联 所以要再变成这个电容的时候 就是C1加C2的导数 对不对 C1加C2的导数 再加C3分之1 这个会等于最后的导数 这个就等于C123分之1 这个就等于C123分之1 好所以再取导数就可以算出这是C123 所以这个部分就很快就可以算出来了 对不对 好 所以下面的做法就在做这件事情 假设呢 题目给了我们123 它的电容值是这样的话 1加2 然后导数再相加 就会得到最后的结果 好 第二个部分呢 叫我们再做一些进一步的计算 这个计算就是说 The potential difference applied to the input terminal is 12.5V 假设呢 加在这个中间有个电池 这个电池的电位差是12.5V 要问你说 在1号电容上面的charge是多少 Q1是多少 这个问题就算Q1 Q1的计算呢 当然很简单啦 Q1 要留多少到这个Q1上面来呢 我们知道 Q1加Q2就是总共要留出来的Q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如果 加一个12.5V的 电位差 再加在这个地方 那么就会 对这边冲 而这个C123已经知道是3.57μF 所以这个如果知道了 我就知道Q是多少 所以剩下的问题是说 我的Q 算出来之后 我的Q很简单 我的Q 就等于C乘V C123乘上V 这个12.5V 对不对 那C123已经知道3.57 3.57乘以10的-6次方μF 再乘上V12V 所以这样算出来就知道Q是多少 下一步的问题是 有多少Q 要分到Q1 着落在这里 多少Q2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的条件当然很简单 我们知道这个条件就是这两个是并联的 所以 在这里的电位差跟在这里的电位差一样 所以V呢 要相等 V是等于Q 除以C 所以这边的Q1 除以C1 要等于这边的Q2 除以C2 OK 那当然Q1加Q2又是这边算出来的Q 所以你这样的话就很快可以算出 我们知道了 Q1加Q2 Q2等于C2除以C1的Q1 所以C2除以C1的Q1 这两个相加要等于Q 所以这样就可以解Q1了 好 所以下面的计算呢 就在这个地方 同学们应该很快的就可以把它算出来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例题 当然会算Q1你也会算Q2 当然也就知道这边的Q 这边Q最简单 这里的Q就是原本这边算出来的Q OK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啊 现在呢 有这么一个 电容 啊 在这个里头 首先呢 我们用了一个 6.3伏特 的Battery呢 把这个C1电容 已经把它充到的一个6.3 比如说 我一刚开始呢 这个是打开的状态啊 保持这个开关打开 然后拿一个电池放在这里 拿一个电池接通它 OK 正负一个电池这样接上去 假设这个电池呢 是6.3 它的电动是6.3伏特 去充电它 充完以后 把它拿掉 把这个开关打开 然后整个拿掉 现在所以 这边已经充到了一个Q0的电荷量 但是呢 并没有流走 因为这个开关是打开的 所以并没有形成通路 所以Q0就只有集中在这个 这边有Q0 这边有-Q0的一个 电荷的分布状态 而 两边的电位差 是确支的是6.3伏特 所以 一刚开始我可以算出 Q0是多少 对不对 Q0就等于 C1 乘上它的电位差 6.3 所以Q0已经知道了 好下面一个问题是说 假如C2也已经知道 然后 我们 在一个时刻 把S开关 连通之后 这个时候呢 当然 这边的Q0 就会往这边跑 跑部分的一些过来 当然-Q0也会跑一些过来 好 所以使得最后呢 应该有个分布 这边有Q1 这边有Q2 对不对 Q1 两边 当然 Q1加Q2 应该仍然是我们的Q0 所以这个问题很简单 跟刚刚我们所考虑的一样 我们知道 最后的条件就是 两者之间的电位差要相等 也就是 不管这个V是多少 对不对 不管这个V是多少 左边一定是 Q1 除以C1 这边一定是Q2 除以C2 这两个一定要相等 那Q1加Q2 又是Q0以致 所以 这样的话就可以用 刚刚一样的 计算方式呢 一样可以算出 Q1是多少 Q2是多少 好 所以最后呢 就可以算出来了 Q1 Q2分别就算出来了 好 这是一个 又一个应用 当然 同学们也可以去再去计算说 假如Q1变成这样的时候 原本的Q0是这样子 22.365MU库轮 22.365MU库轮 现在变成了 6.35MU库轮 显然呢 这里的电位差就下降了 对不对 因为Q变少 所以这里的电位差下降 OK 当然 电位差下降的原因就是因为 有一些电荷分布到这边去了 OK 好 这是关于这样子一个问题 好 接着呢 我们要探讨关于 一个平行板的电容 它到底呢 儲存了多少电能 在这个平行板当中 假如它 被通以电荷的话 我们在前面的讨论里面 已经 已经说明了 假如我有个平行板电容 这个平行板电容 通以 这个 把它充了正电跟负电之后呢 我们很明显的 也很清楚了 这个电板上面 中间 它们中间区域 会有一个均匀的电场 被建立起来 这个均匀的电场的大小呢 是跟面电和密度 呈正比 跟这个 这个关系有关 E等于Sigma 除以Epsilon 这样的关系 是一个均匀的电场 它的方向呢 就是 在这个发现方向上 OK 当然 这个结果呢 是来自于 平行板 的电容的电场 这个 有个基本假设 就是这个 平行电板呢 是足够足够的大 假如这个 平行板呢 不是那么的大 是一个有限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知道 就像这个情况 啊 它的边缘的电力线呢 会微微的哈 弯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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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假如说这个板子 不是那么大的话 不是完全到无穷大的话 啊 那么会有一点这种效应 所以如果我们 啊 真正的讨论说 我们假如能够 啊 设定 这个板子之间的距离 低 如果 圆小于 根号A A就是板子的面积 这个条件 啊 被满足 的 足够 等效上来讲 足够的完美的话 那么几乎可以忽略掉 电力线往外头 扩散的这个趋势 啊 就用一个理想的平行电板 的 电场 来考虑我们的问题 好 所以我们现在呢 先考虑一个理想的状况下 啊 它的电能的储存的情况如何 那对于这样子一个电板呢 我们知道 它之所以能够带这些电呢 我们可以想象 它是从 一个电池来做工 比如说 是一个电池 啊 接了一个电池 这个电池的正端 接到上电板 下 副端接到下电板 所以呢 有电盒会从这里被冲上来 好 所以 这边之所以 有电位能够储存起来 就是因为在充电的过程当中 电池在为这个 呃 电板当中的电盒呢 做工 这边本来假如说没有电盒 有一些电盒过来的时候 当然 刚开始不用做工 可是 随着有电盒在这里 再要把电盒从这里放上来的时候 这个电池就要做工了 因为这边已经产生了一个排斥的力量 所以必须要做工才能把多 更多的电盒往这边送 随着电盒越来越多 这个排斥的力量也就越来越大 所以做工的量呢 就会越来越多 好 最后呢 终于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 这个平衡达到的条件就是 这里头建立的电 电位差 这两个板子之间的电位差 跟电池两端的电位差一样的时候 那么就达到了 等电位了 这边的电位跟这边的电位相等 这边的电位跟这边的电位相等 所以呢 就不再有电盒能够被送出来 因为电位差一样了 所以这个时候平衡的条件就达到了 所以就会有固定的电盒量Q 最后的 饱和的电盒量 跟这边建立起的电位差V 跟这个一样的时候 那么就决定了 这个平衡条件了 好所以我们了解了整个过程 就是因为电池在做工 电池做工的情况也是很 很容易可以估量出来的 我们再来仔细的想一下 比如说 假如在某一个时刻 某一个时刻 这里头的电盒量是Q 我们假设冲到最后 最后达到饱和的时候 是大Q的总的电盒量 而这个 这个充电电池两端电位差 假如是V的话 我们知道 在某一个时刻是Q的时候 我还要把一些电盒 从这边送过来 这边DQ的电盒要再加上去 那我 对这些DQ的电盒 我要送到这个板子上面 我要做工多少呢 对于这个电池要做多少功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我的电位差是多少 假如有Q的电盒 那我就得知道这个平行版电容的电容值是多少 因为把Q除上C 就是目前的电位差的状况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时候的电 我们把它加一个VQ 表示跟这个稍微区分一下 那我就可以来做这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再把DQ放上来 所以DQ放上来 所要做的工呢 就是DQ乘V 所以QDQ 这样子两边乘上DQ 再积分 同时积分 把电盒呢 从没有电盒 积分到总的电盒是饱和电盒 所以做这个积分的时候 我们就把 把这个C分之一提到外面 QDQ做积分 0到大Q QDQ的积分 就会等于 2分之1Q平方 0到大Q 这边有个C分之1 所以这个积分的结果很快就是得到 2C分之1的大Q的平方 所以总共呢 这个电池所做的工 就是这么多 这么多的工 就是储存在这个平行板当中 储存在这个平行板当中 所以储存的电能呢 就是等于2C分之Q平方 就是我们储存的电能 也就是UE 我们这边写成UE UE 代表储存的电能量 2C分之Q平方 好 这是 这个推导 如果你把它全部写下来的话 就像这个样子 2C分之Q平方 然后如果你要写成V也可以 因为你把Q除以C 看成是V的话 就是2分之1CV平方 这个呢就是 关于电容所储存的电位能的一个考虑跟它的计算 好 我们已经成功的推出了这个平行板之间的电位能 那么我们从刚刚的讨论里面 我们因为已经 呃 这个 可以看到说 对平行板之间的话 我们知道 它的电能呢 当然就是储存在这个板子之间 对不对 因为 板子之外 各个区域都没有电厂 没有电厂的地方 你当然不可能指望有任何电位能 会储存在那个空间当中 所以它的电位能呢 就储存在这个平行板之间 所以如果我们进一步呢 来考虑说 我们如果把这个 平行板 之间的这个体积有多少 把它算出来 好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来看 如果 我们把 平行板 之间的体积 是A乘D 对不对 因为我的板子的面积是A 它的距离是D 所以A乘D呢 就是板子之间的体积 把U除以这个体积 U除以这个体积 啊 U 我们已经算出来是 2分之1CV平方 再除以AD 这个体积 那我们注意到 如果 我把 这个电容的 值 啊 它是这个公式 带到这个C里面的话 我们又可以把这个 单位体积当中的电能 啊 我们把它计成 小U 单位体积中的电能 当然我们就叫做能量密度了 电位能的能量密度 会等于什么呢 把这个带进去以后 会等于2分之1的 Aption0 啊 然后 这个A 跟这个A消掉 OK 那 这边有个D 倒到下面去 D乘D 就变D平方 所以变成V除以D 刮虎的平方 V除以D是什么呢 诶 它刚好是电场 所以U等于2分之1Aption0 1平方 这很有趣 它告诉我们说 平行板之间 平行板之间 由于这边有带电荷 这边有带负电荷 正负电荷 而在中间建立起一个电场 这个电场是1 啊 1 的电场 把它平方 之后 乘上1分之1Aption0 就是这个 呃 呃 能量密度 就是能量密度 那这个结果 似乎告诉我说 我只要知道 电场是多大 该处的能量密度 我就可以算出来 你可以想像说 我总是可以问说 如果空间中有一点 这一点的电场1 如果已经知道 我可以想像 这个电场 可能就像是来自于 一个平行板电容 啊 若干的Q 跟若干的 呃 这个距离啊 这些因素 使得 它在这里建立起一个电场 这个电场 大小如果刚好是1的话 那么我就知道说 这里的能量密度 就是1分之1Aption0 1平方 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可以用一个平行板电容来进士 我的A 啊 我的这个D之间的问题 都可以取到足够的啊 理想上的一个 足够大的一个电板 啊就是 呃 可以视为 我总是可以把D取得足够小 满足这个条件 满足D 圆小于根号A 而视为是一个无穷大电板 这个条件被满足的话 我总是可以说这个地方 就像是一个平行板电容之间的某一个电场 而电场的电场值 是1 这里的能量密度 电位能的密度 就是1分之1Aption0 1平方 所以我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一般的结果 我也不需要是平行板电容了 比如说我已经知道一个 一个 一个金属球 如果这个金属球我给它 带Q的电荷 如果它的半径是大R 只要在这个球体的外部的一点 只要这里的距离是小R 小R只要大于大R的话 那么这里的电场 就会是等于 跟点电荷是一样的 就是R分之 K Q 电荷量 R平方分之KQ 按照库伦定律是一样的 这个电场 把它平方 乘上1分之1 再乘上Aption0 就是在这里的能量密度 电位能的密度小U 在这里的电位的密度就出来了 所以2分之1 Aption0 1平方 可以应用在任何 我知道电场的地方 就知道该出的电位能的密度是多少 OK 所以这个应用上就更广泛了 能量密度的观念 好 这是 能量密度的更进一步的应用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下面这个 Sample Problem 它说呢 有一个 孤立的导电球 这个导电球 它的半径 它的带电量是Q 然后问了一个问题说 有多少 电位能储存在这个 带电的导体上面 储存了多少电位能 好 那这个就是 牵扯到我们刚刚所讲过的 电位能呢 会等于 什么 电位能 储存的电位能 就等于 二分之一的 Q 平方 除以C 这个 带电球啊 它的带电量是这么多 所以Q有了 C呢 一个导 导体球的 这个 电容值啊 是等于 4π ε0 乘上R 所以 根据 这个 跟这个 还有 Q 你知道我们很快 就得到电位能是多少 就是下面这些计算 OK C 还有 U 的公式 好 这很快我们就算出了 这个部分的答案啊 第二个部分问了一个问题说 What is the energy density at the surface of the sphere 这颗导体球 因为带了 带了 这个 电荷 电荷呢 分布在它的表面上 现在问说 就在表面处 at the surface 就在表面处这里的 电位能的 电位能密度 U 小U啊 小U等于多少 我们在前面的推导里头 已经证明了 小U等于2分之1 ε0 乘上电场的平方 所以我只要知道电场 是多大 我就知道这里的 这个 电位能密度是多少 这里的电场呢 当然就是跟 一个点电荷 在这个地方 所造成的电场是一样的 带电量是总 总的带电量集中在Q 在这里 所以我们的E呢 其实就是等于 半径R 分之 K Q的平方 Q的平方 所以把这些带进来 很快的 我们就可以 把 整个 小U 电位能密度 很快就算出来了 好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题目的应用 把我们刚刚所 讨论 关于电位能 电位能 密度 简单的应用在一个 导体球当中 好